跳起中扣,陈宇飞赢了,陈宇飞激动的挥拳怒吼啊 这是2022马来西亚大师赛女当半决赛 陈宇飞和戴志颖的又一次精彩对决 在此前的大马公开赛上,这两人就成相遇 当时陈宇飞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实现了惊天逆转 此方再度碰面,陈宇飞依然是占据上风的一方 虽然小代一度网救四个赛点,让球迷们以为要复制印尼赛的神迹了 但陈宇飞这次还是顶住了压力 话不多说,赶紧来看看两人的巅峰对决吧 第一局比赛上来,戴志颖直接发球出界,略显尴尬 又一个出界啊 小代这个调球有点离谱,状态还没调动开来 精准的点杀,陈宇飞开局状态火热,直接轰出5比0 小代终于得分了 双方你来我往 陈雨菲今天的进攻欲望非常强烈 戴智颖也想来可惜出戒了 非常耐心的一球 不停通过推后场来打乱小戴的节奏 一向以防守为主的陈雨菲 这进攻的果断性和成功率真是绝了 直接打了一波8比0 再次打了一波 接连的提速小代终于将自己的特点打了出来 陈宇飞这段时间有点被动 好在他及时调整了回来 随着戴志颖强攻下网 陈宇飞比较轻松的拿下首局 进入第二局 上半段小代找回状态 11比7领先 下面我们重点来看下半段的精彩对决 小代这局明显改变了策略 像这种往前突击 是第一局完全看不到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过今天他在多拍中的失误实在太多 又一个失误已经连丢6分被访超了 众所周知 戴志颖的假动作是女运动员中最厉害的 但他这场比赛却用得极少 一直沉迷于强攻 跟着陈宇飞的节奏走 刚进绿落的披杀 陈宇飞这进攻实在太凶了 罕见了 往前精准的判断 拿到四个赛点 小代还是很顽强的 调球终于来了 连举 就三个赛点 这种打法才是我们熟悉的小代 追平了 连得5分啊 难道要上演大逆转吗 这个突击还是极了点 继续占平 关键时刻 小代这失误真是要了命 面对第五个赛点 陈宇飞没有再浪费机会 他看准时机 跳起批杀得手 终结了比赛 从印尼赛被大逆转 到如今两连胜对手 陈宇飞终于明白 面对戴智颖 不能再一位被动防守了 其实在进攻端放开手脚的他才是最强的 而对于小代来说 还是老毛病 技术方面他完全没问题 但15真的是生命线 了解 故事 汗 调 敌 谢谢观看